主要就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用那个 如果我今天要把那个台北市的这个窃盗案件的相关资料 从开放资料里面把它 应该不能叫下载吧 我觉得应该叫贿赂 好像比较精确 因为其实下载是存档之后再把它打开 如果贿赂的话好像比较 因为之前我用那个CharliePT 我问Charlie 结果我用下载 它真的帮我download存档 然后我后来改成用贿赂 它好像比较能够理解 有时候那个用词精不精确 那个AI它会差一点点 它就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 有时候你比如说像那个 Python其实很多的程式 都可以借由那个CharliePT帮你产生 你要产生很精确的程式 有的时候那个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有时候它理解错误 它得到的程式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是用一个request的一个模组 里面有一个方法要点get get后面只要给网址就可以了 OK 那网址它 这个网址就指向那个 等于是网路上面的一个csv档 那个csv的话呢 它的结构 其实它就文字档 文字档中间要斗点 尾巴一个换行 那基本上的话呢 它会把整个里面的文字 通通抓下来之后 所以最后如果假设我希望存档的话 比如我们上礼拜练习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存档 其实基本上 那个request.get网址给它之后 它会return一个物件给你 也许我们叫html物件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test .test里面就是它里面所有的文字资料 那这个文字资料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它存成csv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就要怎么样 像我有点像我们之前 用那个档案的方式开启 开启的话之前我们用那个 叫什么read 还有relize 可是get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等于只有read OK 所以假如你要存成csv的话 变成你要把它切割两次 第一次的话呢 是按照它换行切割 第二个的话 是按照它的逗点做切割 所以上礼拜我们有做一些演练 就是先利用那个split 那个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换行的话 因为它这个换行比较特殊 理论上一般都是反極线N 可是呢 它这个资料可能是 用微软的系统 Windows底下 那Windows底下比较特殊 它如果存档的话 很多时候都反斜线R 反斜线N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先print出来看 它的尾巴到底是 反斜线R 还是反斜线N 这个可能处理的方式 这个可能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OK 那我们上礼拜主要是什么 先把它一行一行把它切开之后 再第二次就是用那个 逗点部分切割 最后就可以把它存成CSV档 所以上个礼拜有例 第一个我要如何怎么样把网路上的资料 如果它是一个CSV档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存在另外存档 存成CSV 除了存成CSV之外的话 我们要存怎么样存成CSV 你CSV的话我们用OpenPyExcel OK 当然另外有一个物件叫Pandas 其实Pandas也可以办得到 那只是说各有优缺点 不过有时候你学太多 反而你又混淆了 那哪一个好 我是觉得最后能够做出结果都好了 OK 所以假如你假设你问Charlie Peter 他可能存成CSV 有的时候他会用Pandas 有的时候会用OpenPyExcel OK 那假如说他用Pandas 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其他改 请你用什么OpenPyExcel 帮我做存档的动作 他也会帮你改写 OK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比较特别的是 把这个下载的资料 绘制成图表 OK 那把它画成两种图 一种是折线图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就是104年到112年 到底那个切断按键是增加还是减少 当然如果你单单看数字 其实很难理解 可是你画一个折线图 马上一目了然 有没有 所以上个礼拜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何绘制图表的部分 OK 尤其是折线图 OK 那目前 那你图表原用最多的 不外乎就折线图嘛 不外乎如果比例上的话 就是画一个圆形图嘛 那另外顶多就是画个直条图吧 直条图有没有 看数量嘛 OK 那当然这三个最重要的图 一定要会画的 那再延伸的 比如什么XY的散步图啦 或者是什么雷达图 那些其实就是在延伸出去的 可是你至少你要画画图吧 画图的话才能够这个 我觉得你将来你要呈现出那个资料 会相对友善 人家一看就知道嘛 不然你给人家一大堆数字 人家光看就摇头了 对啊 你怎么给我一大堆数字啊 你可不可以友善一点 帮我画个图好不好 OK 因为你看 马上图一看 赢不了了 比如说历年切到 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的话 那其实你马上可以从那个图里面 就可以一清二楚 但是如果假设不是的话 哇那很麻烦 所以06、01嘛 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我们有绘制的两个图 一个是折线图 那一个是圆形图 所以先用那个request 那理论上应该是会出现 未安装request的这个模组 不过因为好像我预设 这个已经帮各位装了 然后我们就画了一个 这个是比例图 OK 占比多少 另外一个是折线图 其实画起来我觉得倒也不难看 虽然比较起来 我还是觉得Esser里面的图 好像看起来会比这个漂亮一点点 而且比较不会有那个中文的乱码问题 因为预设 它这个MatePriLab 它其实是没有支援中文的 只是说我没有下一行指令 有没有 让它改成中黑体 不然预设 其实它是会出现乱码的 有没有 我好像上个一段有特别强调那一行 如果你把那一行拿掉的话 理论上 那就会出现乱码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个部分 细节部分我想请各位 自己再把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看一下 因为每次上课我是觉得一定还是要把重点一定要学会 而且一定要试着做做看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上个礼拜主要是针对CSV的资料下载 那今天的话请各位继续再看一下那个Jetson 有没有 那个Jetson也是重点 因为网路上的资料 主要大概概分下来最重要的 其实一般就是CSV最大宗 有没有 你会发现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上面 有没有 政府开放平台上面呢 占比最多的 其实就是CSV 那你怎么知道CSV 我是从那个政府开放 左上角这边点一下 然后呢 或者资料集 资料集这边点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全部资料集浏览 OK 左上角这边有个资料 全部资料集浏览 那你就可以按照什么呢 按照像中央机关啊 地方机关 但档案格式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占比最多的是CSV 4万多 然后后起之秀 Jetson是Hideal 所以理论上我是觉得 这两种格式 你一定都要会存取 不然的话呢 你将来遇到一定会出问题啦 那当然第三个XM 可能也需要一下 再来就是那个HTML 网页有没有 也是大最重要 所以理论上 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主要我们就是先抓 最重要的CSV 上一个来讲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Jetson 这个第二轮 JSON 那这个格式的话 那难度其实就没有像CSV 这么简单 因为JSON的话不是这么单纯 逗点逗点换好 逗点逗点换好 没有 哇 他有大瓜糊 他有中瓜糊 然后大瓜糊里面还有冒号 前面是key后面是value OK 而且他混在一起 而且什么时候大瓜糊 什么时候小瓜 什么时候这个中瓜糊 还不一定哦 因为这个是按照他的格式需求 他自己会去产生一个JSON格式 那所以你还会需要学会什么 如何利用python 去解析JSON OK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我有讲 这个JSON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15000多个范例 如果你想要 找那个练习的话 一定不缺案例 OK 那CSB有40723个范例 都是政府的开放 类似像那个台北市的那个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类似像这样哦 OK 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大概几个啦 第一个就把它爬下来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 把它做一个画图的动作 可是画图你需要先创两个创立 有没有 像那个折线图是List A List B嘛 如果你没有List A List B 那没办法嘛 OK 所以我一直强调 有没有 串列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你没有 不会串列的话 基本上你后面物件都没办法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跟你要串列嘛 有没有 跟你要 像圆形图就是也是两个串列 OK 只是说它的排列的顺序不一样 OK 那这个我想上个礼拜都有了 我们细节都不讲了 如果你们 假如对上个礼拜那个画折线图 画园形图 还是不太熟悉啦 我是建议自己可以再重新做过 或者甚至你们可以找别的范例 比如说我这边还有台中的啦 台中我就不做 新北也有啦 没有 或者桃园嘛 那你也可以自己根据 那个住宅窃盗的资料 就比较那个六都 到底这个八年的执政 谁的欠债案件降低最多 对没有 你可以统计一下 我是觉得有时候用数字说话 比较能够有说服力 那有时候说真的 每个人都各说各的嘛 那好像 好像变好 好像变不好 那到底 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 平序 那我是觉得会比较能够说服别人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其实他其实我还有做什么 他其实是汽车的啦 还有机车自行车 抢夺一大堆 台北市的相关的资料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延伸去做 那我们今天的话 继续再来看那个Jackson的部分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往下 卷动到那个Jackson的这个范例好了 我们好像是用PL2.5的这个 其实这边有一个 这个Jackson 在第几页 在0601的第23页的地方 OK 那Jackson的话呢 其实这个格式我上礼拜大概秀了一下 那 他基本上很多的网站 甚至拿他来当主要的API 那这个API 有时候比如我想要给你资料 那我就给你一个Jackson的格式 那你就要自己会解析 如果你不会解析的话 那厂商或者是你的客户给你相关资料 你没法解析的话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因为他 他就是给你这个东西啊 OK 那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转成Excel 那大家一般人绝不可能吧 然大家共用 那目前的话Jackson越来越成为大家交换资料的一个共通格式了 如果是Excel变成你要传档案 有没有 你要这样传来传去很不方便 那以后干脆我在网路或云端上 我将来就给你一个Jackson的连结 有没有 那你就自己去把它做存取 OK 可是问题说那怎么办 我不会存取 我不会抓下来怎么办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 这个网路上的那个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呢 我底下有一个范例 那我会用到一个工具叫Jackson Editor OK 它是一个这个Web版 所以你将来如果遇到那个Jackson格式 假设你在看得很辛苦的话 我是建议你干脆就贴到那个Jackson Editor上面 它会马上把你解析成一个表格 那底下的话这个有串例 这个好像前面有 另外底下还有一个字典的一个相关方法 这个是字典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字典的一个格式部分 这串列 底下有字典 OK 那我们待会来根据PM2.5这个范例 所以待会的话在第27页 这边有一个练习的题目 那所以27页 这边有一个PM2.5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那这个范例的话呢 是PM2.5的相关的资料 其中有一个连结是Jackson 所以你可以简直资料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连结 这个这边一样啊 其实它跟CSV蛮类似的 差别是说档案格式是Jackson 那档案编码格式是Youtube 8 OK 那把它点开来好了 OK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长这样 你可以把它KTRL加 KTRL加就放大了 哇它长这样 这个里面的话你不用看到 你第一眼一定会觉得哇 傻眼了 什么东西啊 都是大瓜壶豆田 大瓜壶豆田 然后里面又有中瓜壶 那我们的资料放哪里呢 其实我们资料其实就是在这里 有沒有 Recourse 那Recourse的话 其实它是前面 这个中间有个冒号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Key 后面的话有一个Value 那Value的话呢 它又是中瓜壶 中瓜壶里面又是大瓜壶 然后中间又加一个豆田 哇 这个实在光看到 那你要怎么解析 那最终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把它放到Excel 也许大概类似像Excel这样子 然后可以怎么样 它的栏位名称其实就是前面的东西 后面其实就是它的资料嘛 所以是Key 所以你会发现哦 冒号的前面是等于是叫Key 后面的话叫Value KeyValue 那其实Key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啦 就栏位名称 所以它的栏位名称是Site Site应该是网站 那个站 站叫大乘 County的话其实就是哪个 哪个县市啦 然后PM2.5的数值 然后还有它侦测的时间嘛 然后还有它的单位 所以12345个栏位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知道 那下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 富贵角 富贵角不是在最北吗 给吉北 新北 那PM2.5是12 然后什么时候侦测的 刚好今天呢 今天的6点钟的 12 12把我高还是低 然后 哇 这个台东虽然只有1耶 所以空气非常好 越低当然应该越好 因为现在的那个 癌症好像死亡 死亡率 那个死亡最多的是癌症嘛 那目前排名 第一名的癌症就是已经是肺癌了 OK 有没有肺癌已经排第一了 那为什么肺癌会排第一呢 其实当然跟空气品质 应该有一个相相对关系啦 OK 不过应该专家都说关于一些很多啦 还有一大堆 但其中喔 空气污染应该我觉得应该影响蛮大 不然你看为什么以前肺癌没那么多 最近好像肺癌都排第一名 为什么喔 因为空气里面太多PM2.5 人其实 他没有办法 过滤这些东西啦 会 应该存在你的肺里面吧 产生一些问题 OK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如何解析这一支 所以我如果希望 把这些策站 全部转换成一个表格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来针对这个 记得是在那个开放0601 里面的第27页的地方